疑似曾在综艺节目中说 中国人没资格养狗 引起网络的议论 四日晚间剖文盗窃 我的言论有失分寸 以偏盖钱 以后一定注意 事业浩尔数年前参加综艺节目时 发言内容以中文字幕疯传 基本来说 中国人没资格养狗 我在北京经常看到小区遛狗的人 对于狗的大小便 大多数人都不理不睬 满地都是 没人收拾 接着再和日本人遛狗的习惯比较 这段发言遭批评辱华 数年前发言引发议论 事业浩尔以中文盗窃 并表示节目里的发言是透过剪辑 引起外界的误解 并谈成发言有失分寸 老婆孩子都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的女婿 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说我辱华 我是辱我自己吗 他得知大多数网友理性地看待谣言 看到大家这么支持我 没有被这些无聊的人影响 真的是太开心了 粉丝也持续流言打气 还有人忍不住认同 确实很多人养狗一点都不闻名 说实话而已 你什么人品 大家都有底 近日电影100在京举行发布会 定浪12月29日 除了吴君如 陈可欣这对甜蜜夫妻档 王贵仿报那头天团成员 张义 趴屁 吴振宇 方中信 焦军燕 潘明龙 许君聪 阿如纳 张英俊首次合体亮相 而首次做导演的君如姐一上台就开始狂发感谢卡呢 辛苦了 辛苦演员 辛苦美女 辛苦老法 辛苦 陈可欣 监制 而说起身份的转变 眼见的小记者就发现 我们陈可欣监制的代表性长发居然不见了 而就陈监制本人回应 为了老婆大人新片能够大卖 自己这次可是活出去了呢 这一大波官方发唐很强势了 此次君如姐也表示 影片名称100也是取字数字100分的谐音了 不过面对主持人套路的影片打分难题 一向低调严谨的陈导就耿直回应这次只给及格 因为希望可以更好了 当然要说非常好 对呀 怎么可能说 及格就不败了 对 及格的非常好 这个是观众去判断 哦 OK OK 我只知道他是非常挑剔 就是永远的 永远都是说都不够好 永远都不够好 是 是 看得出来君如姐对电影100那是相当的高标准 也要求呢 从当天的演员阵容上 那简直是影帝他派对 有张艺 吴正宇 方忠信三大男神正台 不过从早前的预告编中不难看出 此次几位从造情上也是险些被导演吴君如给玩坏了 这部方忠信老师中年地中海的托头造型可是很颠覆